屏东有网友在脸书社团上po文 说在东港镇发现有小孩子遭到了陌生人 袭击腹部提醒大家要小心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啊 当地居民人心惶惶 警方立刻调阅了监视轮仪器 仔细的检视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不排除是假消息 不过呢 为了要保护这个学童的安全呢 目前还是决定加强巡逻 脸书po出街景照 网友发文提醒 在屏东东港镇7号下午4点50分到5点半 文昌街和新东三街转角 有小孩被陌生人袭击腹部 要大家注意 消息一出当地住户人心惶惶 里长和警方都不敢大意 马上调阅监视器查证情况 但奇怪的是 根据网友po文提到的时间点 却没查出任何异状 没有 我都没有听过 昨天我也在家 下午也在家 你没有听到说什么 没有 你们不知道耶 所以你们这边的小孩 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 询问当地住户都没听说此事 调阅监视器也没看到事发情形 不排除很可能是假消息 不过里长和警方不敢大意 因为提到的事发路段 附近正好有一所国校 那里是学童上下学必经之路 不论消息是真是假 警方持续加强巡逻 确保居民安全 记者苏世伟屏中采访报道